支持者一擁而上 目標就是穿深藍色上衣的中年男子 有的人比較冷靜 想要阻止 男子的後腦勺冷不防還是挨了好幾拳 警方乾淨 上前處理 支持者還是在後面想要追打 男子在警方保護下離開 為什麼他會成為支持者攻擊的對象呢 回到五分鐘之前的情況仔細看 原來男子在前前總統賣力嚴重 演講師直接對他嗆聲 男子和支持者開始歌空對罵 這時候阿扁鎮定地繼續說 場面卻開始失控 當記者把麥克風堵上前想要訪問叫忙的男子 旁邊的支持者試圖阻擋 人卻越聚越多 最後就打起來了 陳水扁在台上始終很鎮定 主持人後來大喊加油 企圖蓋下台下打架的混亂 阿扁可能從頭到尾都沒有想到 三重的取暖之旅會演變成打架荒謬劇 總體新聞李文斌 顏冠德 SNG小組 台北報導